大家好 春意盎然 你有没有尝试过用当季的食材来做面包 我的香春树种了好几年 收成还是少的可怜 在吃了一顿香春炒鸡蛋以后 我决定用它来做天然教种佛卡夏 我想做成那种树叶型的法式叶型面包 跟意识的佛卡夏很相似 但形状和味道还是有点区别的 我们就一起把春天揉进面团里吧 先来处理一下香春 热水超烫几秒钟 放在一边晾凉 趁这个功夫来做面团 我的教种是提前一天喂养的 还挺活跃的 这个面团基本上就是用我的基础欧包的那个配方 因为用了中筋粉所以降低了水量 然后面粉我们用的就是这款 Costco买的有机的这个中筋粉吧 它的蛋白质含量是11.5% 盐 这时候也放进来 又喝 稍微搅拌一下 这时候把橄榄油也放进来 基本上这样搅拌到看不到干粉就可以了 就放在这里静置半个小时 就这10克的香春 哇 但是很香 放在碗上切一下 然后来做拉伸折叠 这个是全部中筋粉 70%的含水量 然后再静置半个小时 相当于我们又做了一次拉伸折叠 看 现在它是延展性还是相当好的 我们宝贵的香春 还有我会加一点这个线磨的帕马森奶酪 这两者强强的口味对决 不知道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 我们就来试一下 哇 好香啊 虽然只有10克的香春 但是味道还是相当浓的 我们就来试试一下 这是原味面团 这是带香春和帕法斯奶酪的面团 我们一起再静置 等它发到接近两倍大 再来整形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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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